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聊聊天 我顶着了一会儿 陪医生聊聊天了 有两位 今天我们请了李兆富 几几分钟会到 Simon Lee C子山学会 C子山学会的干事 现在在苹果日报有一个苹果批的专栏 基本上是他有看到他的文章 他喜欢从经济角度来看香港的问题 我相信他本身是读经济的 然后另外有一位 我们上次也有邀请 我们本来也想上来 但是始终家里有些急事 在电话可以继续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这位是叶世雄先生 他是香港美容杂志的总编 亦是香港美容业总会的主席 为什么我会请他呢 因为他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在规管医疗仪器问题方面 一直代表美容业 政府讨论或者可以说是争择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 接触上一次 就是那个规管医疗仪器 谁人得益 在表面来看 一般人一听见 关管医疗仪器 应该是理想当然 有没有可能不做 因为一般人在脑海中 打算医疗可大可小 如果处理不当 小则伤人 大则弄出人命 所以安全 最安全当然要用一些所谓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去处理 如果是其他没有所谓 认可专业训练的人 就不能够严止 就很大问题了 但我要强调 认可专业 专业训练有所谓认可的人士 关键就是这里 因为我经常都很强调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 是制造一大批的所谓专业人士 他赋予的责任 就要保护我们香港无资的大众 当然他既然付出这样的责任 我们当然给一些报酬 报酬很简单 给一些所谓特权 简单的特权 有些事情只是他做得 其他人就不可以做 专利 工作上的专利 工作的机会 当然有这样的特权 往往是为这些人带来一些所谓 所谓专业的 听你上集讲的 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观点 就是 你不是等于专业的人 给你一些药的药 那些药就不是毒药 如果那些药就有毒药 对 就像PAG这件事 很荒谬的 很荒谬 他就觉得因为用PAG的注射龙腔 出现了很多问题 他们的反应就是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给一些所谓认可的医生 没可能解决到的 你只是换了个瘾去给药 但那些药是有毒的 始终有毒的药 由注册的医生 手下做出来的 有毒的药 变成没有毒的药 你看一个这么简单的逻辑 我们香港人很多时候 都想不通 不过幸好 今次在立法局里面 我看到 很多香港的议员 都看得通了一点 当然正确的解决方案 就是你既然是有毒的药 就不应该用 不是说给医生用就可以 其实整件事 一会儿Simon Nelson Nelson 叶世雄先生 他都会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他当时 跟超发者委员会 因为整件事 起源都是跟消费者委员做出一些报告 有些人接受了PAG 出现问题 由那件事 做出发点 今次 但是当时 叶世雄先生 以一个美容业总会的主席 就跟他们 问他们 为什么整件事 这么大件事 你在传媒说了一大论 跟他们从来 没有说过 没有沟通过 反而他们要由 传媒的报道 才得知这个事情 最后他就跟进了 你问他们 到底这些资料是谁来的 原来 香港有些 专业医生 美容手术医生 这些协会 说他们做了一些 调查报告 好了 当时 叶世雄先生 就问他 到底 你报告里面 问些什么问题 是否有证据 显示 这些PAG 事故出现的地方 是美容医院 美容医院 可以说到今时今日 都没有任何的资料 是显示到 是跟美容医院有关的 但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又被他 撞作一个藉口 再来到 启动 规管医疗议器 立法条例 其实是很早 近2003年 都是因为 借助 所谓激光 出现的 几宗 几宗的事故 就是说要管 然后不是什么管 要让他们去管 又要他们去做事 是不是 一般俗的说 就趁火打劫 可以 简单来说 争取自己的权益 表面 他经常用藉口 说 要保护香港市民 这些情况 我们不可以接受 但是 其实 当时 美容界 有很多人出来 他们团结起来 开始与政府 斟斟这件事 结果这件事 就被割置了 你看他的报告 是当时 启动了 这样的 程序 过程里面 他们想到2004年 就会 做些立法的工作 但是你看到 现在 已经2006年 其实都可以说 剩下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做出来 但是 你可以看到 往往 香港人 责惯了 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 营商环境 是很少政府去管 贸贸然 你说我要做这件事 他大概都估得到 反倒声音 一定会很强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些借口 最好的借口 就是 激光 当时出现的 36宗 投诉 个案 但美容院 真的站起来 大家团结 和政府 追究这件事的来龙去密 发现 这个问题 所谓的投诉方案 所出现的问题 根本 不是因为 立法可以改得到 当时 他们记录了 三十六宗投诉的事件 大部份都是商业投诉 大部份都是商业投诉 人家说 你收钱偷太多 或者 拨不对版 你说会做得漂亮 又做不到 之类 你能看到 当时真真正正出现问题 其实 都是 商业的糾纷 到底 激光本身 做出了什么问题 发现其中有六宗的个案 病人或顾客 是因为这个过程中 烧伤了皮肤 还有三宗 是因为这个过程中 导致皮肤敏感的反应 你仔细点了解一下 一般人 对任何医学的常识 大家都知道 任何的工具 任何能量刺激的身体 都一定有些人的反效果 是 你说那三宗 皮肤敏感 难道医生做 做下去 就不会有皮肤敏感吗 有时你想想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这么简单的逻辑 都想不到 是否被 所谓西医去做 这些 烧伤的事故 是不会出现 会减少出现 其实没有任何资料 显示 如果西医去做 这个问题会减少 因为事实上 我们也都很知道 很多股客 去西医做这些激光 结果伤得很厉害 差不多一位都用 结果 这位女士 跟医生私下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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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了事 可以这么说 如果真真正正 仔细点去分析 到底有这些情况 发生了多少 有多少宗 是真的美容院出现的 美容师手下出现的 有多少宗 是西医 或者 皮肤科 医生 自己进行 里面出现的问题 你会发现 其实 简单来说 这件事 和监管医疗 医疗议器 是完全不厉害的 是否因为我们做了这些监管的立法 注册了这些机器 这些机器就会变得更加安全 我常常都很强调 好像美国 他们 有几个 因为整件事的医疗议器规管 当时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要跟随 所谓西方有几个先进国家 他们的条例 当时包括日本 美国 欧盟 和澳洲 有一个叫做 harmonizing task force 这些国家已经进行了这些 其实我们香港就要跟随他们 其实基本上两个 动力之下 就是两个原因之下 第一 因为激光做出了问题 所以是危险 如果我们不监管这些仪器 就会危险 第二个就是 只不过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其他国家 这些所谓西方的文明国 有这些规管 香港那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 我常常都会想想 既然那么多年来 香港一直都没有 香港出现了什么问题 暂时来说 除了他们说 这个激光出现的意外之外 其实 可以说是相安无事 虽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监管 但是其实 从来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相比下 你看看这些 所谓 多多监管的国家 他们的医疗事故 是不是会很少呢 其实我们看回 医学雜誌所 说的 根本 只有是更多 是不会更少的 有时候我会想 为什么会更多呢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一般人的市民 当发现 有些东西是受到规管 或者给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用 他们经常以为 觉得应该是安全的 他们会少一些戒心 是不是 他更加 你跟我提提 各位网民 如果你有问题 其实你可以直接 ICQ 问医生 我们308 零8 4 705 上次也有个问题 挺好的 问水银有口 水银如果有毒 就是医生 注册医生 高级注册医生 你真的都是有毒的 是吧 你应该 水银有口的问题 对了 我有个问题 如果你说 现在的医生是不是也要买保险 所有的医生 当然了 因为医生如果不买保险 我想他们很快就会破产 在美国来说 美国 好像一般的 平均 每年 好像大概有8个医生 会有个人被人高 是挺厉害的 香港就少很多 香港人就没有这个 这样的习惯 因为 可能有多次 提到 就是 谈碰了他私下 其实 谈碰是一个原因 一般香港人 对医生是有一种 盲目的尊敬 或者是盲目的尊敬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例如我昨天所说 是一个美国的国家 主要是一个 律师行业的 现象 因为美国很多律师 我们叫做 Ambulance Tracer 专门追救商车 有什么意外 他们就会立即派卡片 他们兜生意就有狼狼 所以 香港人就不知怎样找律师 大多数 香港有个情况 香港的律师费 是高到你 你根本上 你根本是没可能打 你已经击了医生 少了被人控制 在某个程度上 亦都可以看到 其实香港的 法律界方面 香港所谓的 法律之下 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有 采取法律程序的权益 但实际上 不是很多人可以 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这件事 所以大家 健康是自己的 你不等有事的时候 去告医生 你崇拜了他 但终于他弄坏了你 你又要告他 好啊 还是你自己 了解多一些 这些医疗常识的东西 是吧 我们终于一个节目 希望大家 自己都可以 有一定的掌握 是吧 你起码知道什么事 是吧 好过有事的时候 反而去告人 是保不回的 其实钱是保不回你的健康 你看看最好的例子 你看香港 很多时候 问题出现了之后 很悲悲的地方 香港人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根本不知道 根本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我们最近 几年前的 沙士的事故 是吧 你可以看到 虽然资料 是很清晰 在很多雜誌报纸 都登在 在看出的 沙士的死亡率 和每个国家 是很不同的 例如香港来说 香港是17% 是全世界最高的 有299人死 还有不死的 有1400多人 是终身相残 骨肤 骨肤 这些 不能做事 更惨 更惨 在某程度上 更惨过死 而你看到 是当时 在北京的数据 大约5% 死亡率 广州 也是3% 当然 你看一下 为什么 同一个病 不是说不同的病 同一个病 在不同的地方 接受治疗 为什么死亡率 会这么大分别 我听闻 我没有直接的数据 就是说 当时在中文大学 威尔斯医院医院 和香港大学 马利医院医院医院 死亡率 也很不同 大家有时 有时 我们觉得 有时 我们要思考 为什么 是很有趣 为什么会有 那么不同的分别 其实答案 很简单 因为很多资料 我只是和报纸的资料 看看 只不过我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源 而大部分人更傻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问题就是 你怎么医 中国大陆怎么医 他们会用中草药 当然 他们也会用西药 但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是中西合域 去处理 SARS 广州也是一样 但是香港 大家都了解 报纸经常都说 是很厉害的药 当然 是几种抗生素 然后是退消药 接着不行 继续发炎 用雷固醇 消炎药 最后用一种 尼巴韦临 大家知道 任何 对付病毒的药 本身的毒素一定很厉害 因为其实 我们没什么好的药 对付 细菌的病 我们过去 有些培尼西林 四环素 在早期 效果是很好的 确实是救人无数 但今时今日 我们面对这些新的病 很多是 病毒性的病 有些特别的 这样的 现在最近有些 默菌病 有些叫 Microplasma 这些 很特别的微生 即是身 防不伤 作为普通人 其实我自己的 我的理性 是不是 反正我 小心自己的健康 比靠这些 医药 永远都是 最终回去 都是你自己的抵抗力 永远当然 最重要是这样 但今时今日 在我们的 一般的教育里面 有多少时候 讲迁这个问题 有多少时候提起 我们可以 怎样去保健 我们所说的 很肤浅的 均衡饮食 最近说了三家二 三餐蔬菜 两餐水果 其实讲来讲 它们都是 很表面的 还有我们 我们经常 宣容一种 有什么病 都是想着 有什么疫苗注射 什么疫苗 就多打针 如果有什么病 我们找到疫苗 防御针 这个病 就可以控制 整个医疗概念 都是向这条路走的 你看到 而我们都是向这条路 实施很多年 但结果 情况怎样 越来越坏 结果只是越来越坏 我们看到 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病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很厉害 我都几年前 这些资料都是报纸 我自己看的 曾经有一份 调查 香港的审婚仔 平均 好像有25%的审婚仔 每两个月 看医生一次 病都要看医生 有25% 每一个月看医生一次 你可以看到 香港的审婚仔 平均来说 一半的审婚仔 差不多 都要每个月去找医生 差不多 都要去看医生 有时会想一下 现在的疫苗注射 是很普及的 有哪些人 出生 没有被打疫苗 可以打到足 但我们看看 我们健康的问题 是否真的 真的解决 为什么要来到呢 那 就是 一次一次 我们看到 香港人 都未曾可以看到 整个 香港医疗困境 问题 的起源 是哪 很可惜 大家可以看到 通常想的 解决方案 都知道 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 2000年 当时 当时 邀请了一些专家 来香港 例如 哈佛 邀请了 蕭教授 来到香港 看看香港的情况 早点建议书 基本上 当时 提交的建议里面 其中一个项目 都是叫我们 要用多些钱 对不对 因为 我在地铁也看到 香港的人口越来越老化 医疗经费 会越来越多 我们经常有这种 的说法 好像 我们的医疗经费多 就因为人口老化 对于这个 如果我们不断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在全世界 有很多长寿村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 好像 国家地理雜誌 在1973年 做过这方面的 调查 全世界 有很多地方的人 是很长寿 九十几岁 一百岁 没有什么病 OK 当时他们发现 譬如在 乔治亚州 亚伯哈 哈西尔的人 可以说 在 可以说 欧洲 中欧 北欧的地方 在巴基斯坦 也有的 巴基斯坦 我们叫做 空沙 那个部落的人 都是很长寿的 例如在中美洲 危哥拉多 有个地方叫做 瓦克巴巴 也是长寿的 中国也有长寿村 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香港有没有地方 对 你可以看到 那么多长寿村的地方 有共通的地方 他们通常在高原 高山的地方 有一样东西 你可以看到 他们是没有医生的 没有医生的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医生的 他们也有 基本上有特别长寿 他们不是一般 在高原高山的地方 但他们不是没有医生的 有很多日本医生 但当时发现 很多日本医生 都要倒閉 都要回到日本本州 因为病人少很多 如果整天很强调 我们的医疗费用之增加 因为 我们人口老化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 这解释到长寿地方的人没有医疗服务 极少医疗服务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误导香港人的地方 误导的好处是经费要一年多一年 那么多老人越来越多 当然要多些钱 怎么用一回事 整个医疗活动就要大一点 是的 这个数据是无可争议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香港的人全世界都是人在老化 好像香港的数据好像2026年 有30% 是会有60岁以上的老人家 但是问题 我当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的话 而我们可以不断的多些钱下去 但是最终最终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国家 工多多钱都是没有解决到的 你看看美国 我经常很喜欢用美国 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 医疗经费差不多用得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说的是1.6兆亿 1兆亿是等于100万的100万 很多人都1兆亿的 这个概念的数字很模糊 到底是多大呢 我们比较美国的军费 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所谓世界警察 去到哪里就维护治安 军费应该是最大开支 但在美国医疗经费比军费更大 16% GNP的16% 你会看到很多国家所用的经费是很高的 已经比香港高很多 香港最以前的数据就是3%多 最近可能经济好了 占2%多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 我们还有空间丢多些钱 人家十几个percent 英国、日本也起码 9-12% 是欧洲国家、澳洲 大部分都是用这么多的 香港就是用得比例上不够 但从来没有人去想一想 那些国家用了这么多钱 长命了 问题是否解决了 是不是长命了 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会这么简单去想一想 事实上就是 香港最近的调查 香港人的预期寿命是相当高的 譬如男性里面有78岁 而女性有84岁 好像女性是世界最高的 那应该比日本的 香港人一般的健康水平 可以说是不太差的 你可以了解 为何我们达到这样的水平 是没有任何医疗仪器规管之下 是吧 我们过去是没有这些 很自由开放 政府不要是东莞西莞搞很多东莞 我们达到这样的成就 反而我们比较这些国家 已经有了这些所谓医疗仪器规管的国家 第一 经济破产 每个国家都在破产 而国民的健康 或者只看简单的预期寿命 比香港更低 好了 那我们为何要跟别人呢 是吧 就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是吧 是不是跟了它之后 会做得更加好呢 我们已经比别人好 我们没有规管 就是我们没有很多方面的规管 我们那个健康的水平 已经比别人好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 就是不是表面所看到的 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不开始 就是继续好像以前 盲目的来到盲信 这些专家提出的方案 香港会越来越有问题 会越来越大 OK 那不如我们早一点等一等 不不 break a break 可能要打电话给 啊 啊 Nelson 我们break 了回来 直接跟Nelson 或者 我们可以今晚 不都不讲这个字都行 OK 是吧 我们再讲回 因为其实我们的外线 有很多好多东西 好啊 那我们break 了先 我们break 了之后 我们都不去跟进他那里 我等下一次再好地讲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们回来了 医生 早几天我看苹果日报有段 说 头条日报 美容中心不消毒 水疗池越浸就越狠 那些风魔一时 但结果就说 有些消费者指浸了水疗的敏感 浸了不几分钟就非常狠 结果是怎样呢 立法公司投诉 当局则可能需要立法监管 也是立法监管 肥股专家又说 这些是要有很多菌 无论是泳池、水疗、竹肉等 如果消毒程序不好就糟了 消毒程序不好当然是糟了 问题就是消毒程序不好 为什么又要立法呢 仔细看看它的资料 你会看到很多谋误 第一 好像我们以前提及的 激光、PAG 总之是美容院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规管规管规管 收了18宗 正如我曾经所分析 其实大部分所谓美容院的投诉 大部分都是关于金钱方面的糾纷 通常美容院很流行 先给大笔钱 跟着你去用 然后你去用可能不够时间 之类此类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 今次消费者委员会副总干事 刘彦卿就说 其中有一位曾经接受水疗后敏感 其中一年18宗里面 真真正正说出问题 不是经济的问题 我现在说 大部分是说钱交过的问题 其中有一位消费者 在水疗浸到不够几分钟 就会感到非常恒养 即时离开美容中心 到医院门诊接受治疗 消费者透露 有关美容中心消毒程序 因为一个顾客离开了水缸之后 就有另外一个顾客 就立即去浸浴 他希望热界可以自律 做好基本的卫生设施 否则这个投诉你会持续 跟着你刚才所说 皮肤医生史太祖说 他说西医的观点 不论是水疗池、泳池、温泉 或者浴水的池 如果消毒程序不妥当 就会增加市民感染的机会 其中他说的是细菌 大肠汗菌、金黄葡萄菌 还有很多泳池有的非脂汗菌 大家去想一想 那个投诉的人 就说他几分钟之后 他就觉得有恒养这个问题出现了 接着有位皮肤科医生说 有这样的菌 据我们一般的医学常识来看 到底这些菌 有没有这些细菌 大肠菌、金黄葡萄菌 在几分钟之内 是会令到皮肤痕的呢 不关事 你稍微想一想 用一般的基本的常识 医学常识 就是细菌是不会令到你痕的 浸在细菌池 几分钟你的皮肤会痕的 好了 其实最大机会引起 这位顾客的皮肤痕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敏感反应 你想想 你猜最大机会是对什么敏感反应呢 就很明显是对消毒药势的敏感反应 我不相信今时今日的香港人做这些水疗池 他不会用那些消毒药水 他不会去消毒的 他当然会消毒 但当然你不可以一大肝的池 做完一个固化就放走那些水 再来 第一浪费食水 第二就是这个程序上很多时间 你放一间大的水 十几分钟都要的 你可以看到整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些消毒药水 是令到那些人出现这些皮肤的敏感反应 对不对 就是根本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人用这些消毒药水 根本跟这些什么菌有什么关系 Doctor 有到我不介绍一下 这位刚刚来说 先介绍一下 李绍夫 狮子餐学会 原本答应了Doctor早点到 天与问题 不过Doctor 刚才你说到 我就有个疑点 是 你说一方面消毒药水太多 连人都弄到敏感 是 另外一方面 他又检验到有细菌 那是不是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消毒药水根本都尽散到菌呢 它是一样东西 你要是消毒药水有效 那就没有菌 要是你消毒药水没有效 那菌也尽不死 但又怎样弄到人呢 那其实呢 你看这篇文章所说 其实他没有说泳池有菌 他只不过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一个皮肤可医生 会有这些菌 是两回事来的 不是因果来的 可以这么说 那个因就是因为政府想推药这些 很明显 他一定推药 你的规格一定要有多强烈的 多强度的浓度的消毒药水 好像以前那些 用那些绿水的漂白水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 对这些漂白水有敏感 这位顾客的皮肤的敏感 不是因为他的水不干净 因为那种来说 泥水也不会令你痕 你想想下雨天 有些人在街边走 全部都脱了 你会不会令你痕 我暂时还没听过 对不对 其实一大群人一起浸在一框水里 不是只有这些水疗 不是这样的 公造泳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他们又不针对 过去也有 香港公造泳池 也有正确的程度 有红重之类 他也提及 有时候如果那些病人 分泌物 这个肥肤科医生说 比如吐口水 尿液 排泄物 这些和香港公众泳池出现的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 我反而觉得 你去这些美容的SPA 你去吐口水少便的机会 是远少过公众泳池 公众泳池 基本上我觉得有这些 程序上的规管 是不是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问题就会解决了 大家看到根本的问题 都不是因为这个规不规管 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到 折二连三 永远就拿这些美容孙 这些女士 或者可以很欺负一些 就会把她搬上桌 我最近看过出 那个 最近香港的Dar Vinci Code 原来历史上很多女人被烧死 原来都是一个宗教的屠杀 在我们的医疗历史上 我也知道 有很多座产事 早期很多座产事 都是的 被那些人当巫婆 其实很多所谓的巫婆 因为是抢当时医疗界医生的生意 被她来烧死他们 说他们是玩巫术 其实很多这些 祖然的 照顾人健康的家庭里面 很多是妈妈 女士 或者婆婆做的 其实很多这些 根本是一个座产事 一个女人做这些医疗工作 被人犧牲了 当然了 今时今日 我们不可以捉 这些美容院的女人 去烧她们 但是我用这些借口 来推动这些立法 这些医疗议器规管 不知道背后的问题 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 如果纯粹看这宗报道 市委会一年18宗 首四个月三宗 我不知道香港每年每日 有多少人去接受这些服务 不过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他们说 好了 法牌可以监管 他们想怎么监管呢 这跟医疗议器官官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商业手法 物一不当 要人给很多钱 到时服务不周 那跟医疗议器官官有什么关系 接二年三 永远是用美容院这些事故 即2003年的极光 接着最近是PAG 接着又看到这些新闻 永远是用这些作为一个借口 来推动另外一个 agenda 就是加强西医对香港人的健康的垄断 操控 其实最后就是这样 你试试看看 香港美容界 其实有十万多的美容从业园 是很多的 是可以蓬勃的 多个医生 多个医生 其实多个医生很多 你看看 这些很多这样的国家 有了这些规管的国家 你看看那些地方的美容业 可以说是很萧条的 你想想香港人 一个女性 她可以很容易做 很容易做个体护家 美容业的好处 是很容易做小老板 很容易做小老板 很容易去学一学 按摩 她们可以做些事 可以谋生 养活的儿子 我病人里面 我认识很多美容界的人 她们的收入不错 可以做到养儿活妻 或者不是妻 可以帮助老公的事业 就是这些简单的美容工作 好了 我们看看这些其他国家 有这些医疗仪器 监管 规管 其实所有美容仪器 都可以 以目前的广泛定义 一定是医疗仪器 好了 你看看这些国家 美容业里面 有多少人 可以在美容界做事 比香港少很多很多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件事是可大可小的 真是可大 如果她说什么都要监管 那就是影响你刚才说 十万人的生计 是啊 最大的问题 不止是十万人的生计 还有很多消费者的易容 老实 一边有买 一边有买 有时候我们不可以看完单变 哎呀 这里有很多人 吃吃吃 漂亮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可能剥削她漂亮的权利呢 再说 好像刚才说的激光 她现在不是说禁止激光 危险便禁了她 多危险 激光 只是西医可以用 你们不认识的美容师就不准了 我想想想 因为以前中国人不是很流行 谈面的 你猜那些东西是不发现的 谈完面 整个面全都红了 医生会谈面 医生自己也会谈面 其实他们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这些东西 你们不认识的就不想做 其实医生对激光有多少认识 我真的不敢说 他只是看一本instruction menu 可以这样说 你看看 有机会你查看香港的医学院里面 所受训练的那些学分 所以过程 我肯定激光是一定不会有的 谈面她不懂 激光她也不懂 那很多美容东西 你看现在很多医院里面的大条广告 有时候你去医院经过 成功长生所说的东西 全是那些激光美容 谁侵犯谁的凡碗 香港人应该去想一想 那个抢凡碗 可以抢到唐而王之 那么多名目 也是一个香港人的好教训来的 但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 目前没有人提 都没有人敢提 没有人提 其实还有一个我叫hidden agenda 你看一下 因为在自然医疗 最近霧气都很厉害 香港自从中医受了这些规管之后 很多人就转态 从事西式的自然医疗 那你就知道 任何的医疗有很多用具 有些用来做诊断的用具 有些叫quantum 很多的 它会用电子的手法 是帮助一些诊断的 也有些仪器 会制造一些有特别效能的水 例如像派水 最近香港出现洗肠 洗肠是很盛行的 由我们第一间开始 大概是1919年开始 香港现在有很多很多家 很多人开始从事这类工作 在美国有这些规管的国家之下 洗肠的仪器是属于第二类 洗肠袋是属于第一类 不需要规管的 在美国也不需要 第二类我们叫做colima board colima board是一块洗肠板 你自己可以买回家 是自己在浴室做的 在美国是属于第二class 第三就是洗肠仪器 在洗肠治疗的地方去做 属于第三 在这些规管之下 在美国做洗肠 你买这些仪器 要医生批准的 还有 如果你接受这些洗肠 是要医生写纸的 你想想 可以这么说 其实最终最终 他们能够做到什么 是将很多自然医疗 那班人的工具 全部帮你拔走它 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是香港那些没有人提过的 他只是觉得美容 美容 其实最后他们真的要对付 香港现在冒起的自然医疗 是很多很多人 Doctor 我又做一下Devil's Advocate 是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世界上 你有什么说是没有危险呢 是吧 看看危险的机会有多少 会员也是这样的 譬如你说用洗肠 我们知道香港 腸癌是第二大杀手 男女也是第二大杀手 我们知道宋美龄 他是用洗肠一一做的 从20年代 由美国学会洗肠 这种所谓保健的工具 他一生就做的 他活到106岁 你自己想一下 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些科学的资料 证实洗肠可以减少这些腸癌 用这个常理想想 我说危险 不先说公用 王大师筹签也未必有公用 历史上 有多少宗出现问题 70年代 在美国试过 当时用洗肠仪器是消毒的 还有管道可能是比较落后一点 神经试过交叉感染 试过一宗有奸系 基本上 在香港所认识 从来没有任何事故出现过 我们说几十万次 可能数百万次 从来没有过 好像美容中心的SPA 对 那个问题根本就是 消毒药水导致敏感 一宗事件无限放大 根本可以这样说 完全是没有相连 没有相关的 可以说有相反的关系 因为你要规管他 你因为他要用某程度的消毒药水 这些药水便导致人皮肤痕 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去德国 德国有一个叫巴登巴登的地方 是全世界出名的 欧洲出名的水浴地方 他们用了硫磺池 我记得在做了这些SPA的治療之后 我皮肤痕的 其实原因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会对硫磺有敏感 这些问题 跟你的医疗仪器关管 是否可以监管可以避免 或者可以减少 可以说风马牛骨伤球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好了 但是我们要想想 如果我们在规管之下 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时候我们的问题 我题目就是 到底哪个人得益 到底哪个人得益 你做这些东西当然是有人得益 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 消费者会得益 我告诉你消费者 不单止不会得益 他们会因此而受害 最简单来说 美容的费用一定会增加 很多美容的程序就被西医去做 西医的收费一定不会少 美容院的收费 还有很多医疗仪器 很多保健仪器的费用 第一一定会增加 第二很多不会有的 你不会有的 譬如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他在香港是要注册一个灵芝粉 灵芝粉 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胶囊庄 因为它胶囊庄 他就要当它西洋 所以他就注册了 足够两年都未能注册到 你自己想像一下 因为很多香港做这行的经验 你做这些这样的注册程序 时间非常非常之长 如果你不做 做委托律师去做 我觉得也是这样 基本费用就五万 有些成几十万 谁得益呢 第一 香港的公务员会得益 你试想一下 全世界香港这么多的仪器 全面要去规管 你需要的人手是要增添多少 现在的 这么少人申请的 所谓的营养素维他命的申请 都搞到这么久了 成两年都未搞定 你要所有仪器都去做 那可能要五年十年 那怎么做呢 那不行 那你就增添人手 这个部门就不断扩大它 所以真正得益的其中一些人 就是香港公务员的对应 但我们最近都说了 我们公务员已经是过多了 以我们香港总人口的工作人数来说 香港全世界最高的 我不记得一个数字 就是很高的比例 第一我们这个问题会背道而辞 对我们政府最近所提出的 减低公务员的数字 一定是背道而辞 一定是被迫要增加的 第二 有什么人会得益度呢 就是律师 是吧 即是他突然之间 你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去做 很多人以为经过律师 就会顺利点 快一点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起码律师费 五万到二十五万 限定 律师肯定在这个程序里面 是会得益的 医生会不会得益呢 当然了 好像美国这样 你做洗厂吗 要西医写子 你要买什么呢 要买洗厂仪器吗 要医生批准 你要开那间洗厂中心 要有医生住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的 整个市场最后的得益 就有西医 他更加利用这个方法 将他那个所谓竞争的对手 的工具 消灭了他 你没有了工具 你做了多少呢 是不是 跟着呢 你什么呢 要他核准 你才可以做 其实香港将来会影响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很多人从事 就是另类的医疗 或者买派水 quantum 机 之外之外 很多这样的仪器 姑且我不理他 有效没效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可以这么说 这些的仪器 一定是不会被批准的 因为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 当然 他第一要求你 那个品质好不好 第二 安不安全 这两个都不难达到 但最大问题 第三 如果你说他可以帮什么病 什么病 好了 你早点证实验 这些是千千万万的东西 你能看到其中一个很大的赢家 我们用法律 是再巩固西医生意的收入来源 他们也是一个得益的人 还有一个得益的人 就是大企业 这些规例 大企业是有足够条件的 对不对 他打算大规模去进行 是注册 一些某的 推销某种仪器 他打算大做的 他就出些钱 所以注册的费用 对他来负担得起的 但香港美容业 和很多这些 是小公司来的 哦 Doctor 有谁得益 其实没什么所谓 好老实 好像现在香港人那样 喜欢吃好东西 那得益的是厨师 那些 没所谓的哦 吃好东西 是 哪个受害呢 受害呢 就是香港的一般的消费者 香港的中小企业 这个是最大受害的 我最近看到文件有一个新的口号 他在街上看到一些 他说要救救中小企业 松长拆薄 松长拆薄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 我觉得很对的 他发现 香港其实很多经济的问题 香港现在的贫富完全的问题 其实最大的根源 就是香港越来越多 这些绑手绑脚的 无谓的规管条例 是令到香港人想自力更新 想自己做的事情 是越来越难了 是越来越难了 我自己有一个侄女 以前在英国大行里面 是做一些投资顾问的 哇 人工高到死的 谁知道他就放弃了 就去开一间这些雪糕店 在美国申请的雪糕店 他的经验是令我了解到 就是简直是 简直是 不可思议 香港的法律是令到你 你一定要犯法的 譬如你开一间店 你要卫生署 就是Approve某某东西 你要弄多一间店 你就要等他来 他可能几个月后才来 你会不会开着店铺 就等他来批准 或者厕所对不对 用具对不对 其实很多香港公司 就开了先算 跟着他们来就告 你应该看到 他说原来他经常在法庭里面 看到麦当劳的一个代表 法官就问他 你认不认罪 认罪 法官我认罪 希望大人 就是轻判 就是他觉得 这是香港经营的其中一个 一个必经的步骤来的 可以看到 其实香港是很多这方面的 就是制爪 是经营的制爪 令到香港的中小企业 是越来越难生存 好 好了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消费者 最大的问题 我们这几辑的题目 就是我们香港医疗的问题 是为什麽出现呢 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我们现时香港 是很受一派的医疗 所谓我们叫西方的对抗性医疗 是控制和垄断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 是会将这个情况 是更加恶化的 我现在说的是三百多亿的 我现在说的是 很多人是无论要死亡的 是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我现在说很多人 是成为一个长期的病患者 就是不是只是 那小小钱那麽简单 背后的影响呢 因为他还有一样 有其他东西来的 嗯 Doctor 可能你下个星期 要讲一讲究竟 香港的医疗制度 不要只是讲监管啊 不如下个星期 我们讲一讲究竟 究竟医疗是什麽 好的 我觉得看一看时间都很快过 一个小时都很快过 那我们下次会继续 探讨香港医疗的问题 那最重要 我们经常要讲 为什麽去解决 那我们希望 在家里的听众 如果你自己有些 有些特别的想头 或者认识一些朋友 可以对香港面对的问题 有些精简的意见 或者解决方案呢 希望你和我们联络 那你当然可以在电台 这个节目时间 打电话和我们谈 那或者呢 可以用ICQ啊 或者电邮呢 是将你的意见表达 或者你可以介绍你自己 或者介绍你的朋友 给我们知道 那我们呢 可以跟进一下 或者邀请他们 和我们在电台上呢 是听一下他的意见 那总之 我所谓三个臭皮囊 胜过一个诸葛亮 我们大家呢 一齐呢 为香港呢 尋出一个更好的出路 那 介绍一下你的网 哦 是 你有个网可以给人留言 是 是 那其实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香港更好大行动 一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呢 成立了大概三年多 那其实我们立会的宗旨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过去发现呢 香港呢 很多人呢 就会提出问题 或者批评政府啊 批评那些当事人做事不当啊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 是说出他们会怎样解决它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在一个香港更好大行动呢 我们说呢 我们不要再 就是讲讲讲 只是批评批评 批评 批评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呢 你自己想心一层 了解问题到底是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例子 问题是否那个 美容院的中心不消毒 问题是否我们用 规管医疗议器 是可以解决到呢 其实根本问题 完全都不关那件事的嘛 好了 了解到问题的重心呢 跟着我们会讲 如果问题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呢 OK 如果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呢 我们去怎样解决 还有呢 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香港 更好大行动 希望做到的事情 好了 今晚要多谢 多谢李少傅先生 那医生 我们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五 九点十点钟 再在网上和大家聊天 好了 拜拜